詞曲 李宗盛 哪幾首 好難寫 太多了 沒一首 我覺得會是 《沈船》這首歌 雖然他算比較早寫的 應該算 前年的時候寫的 差不多兩年前寫的 我覺得 他對我來說很有意義 對啊 那 我一直覺得有時候 歌詞如果寫得很 隱喻 但是他背後的含義又很深刻的話 會是 寫歌的最高境界 他可能很簡單 就字面上的意思很簡單 但是你仔細去解讀的時候 其實他背後有很多很多很深遠的意思 那我覺得《沈船》我好像有 比較貼近那樣子的感覺 而且《沈船》是那種 我常常說 有一些歌是他自己完成了自己 就像 《有沒有》也是這樣子的歌 就是你問我我怎麼寫成 我覺得我根本不知道我怎麼辦到 就是那個旋律就是在腦海裡面 然後 我只是去想辦法把它找出來 然後把整個歌寫完 甚至歌詞也是 就是非常直覺的 就好像潛意識裡面 有誰在跟我說 就是要這樣子去寫它 所以我覺得《沈船》這首歌會是 目前來說是專輯裡面我自己最喜歡的 然後意義最深刻的一首歌 像《江郎》我也很喜歡 《江郎》是一個其實就比較個人的一首歌 因為《江郎》就是在寫《江郎才進》嘛 創作人其實 我覺得這是大家都會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天再也寫不出東西來 對啊所以這首歌 而且其實我很喜歡這首歌 在音樂上面的編排 因為這首就有找阿廣來彈鋼琴嘛 我甚至還有找那個 電影的配樂王西文 來幫我編選樂 所以這首歌很 很磅礡嘛 某些部分 然後安靜的地方又很 很唯美 就是配上阿廣的鋼琴 所以我覺得你在聽的時候會是一個 很棒的聽覺香菸 好像都不錯 借我看一下 還有什麼歌 我覺得《迷路》 《迷路》其實我蠻喜歡的 對啊 就是跟蛋寶合作的那首歌 《迷路》 因為它對我的意義是在於說 它跟我的童年有一點點連結 因為《迷路》的靈感其實是來自於 我小時候曾經有一段時間住過眷村 跟我的爺爺 那後來長大就跟我爸媽搬走了 那樣 然後過了很多很多年再回去的時候 我爺爺早就已經過世了 對對對 所以那邊就有點像是荒廢了 整個變成廢墟 然後 而且眷村裡面很多老鄰居 也都是年紀大的那種老公民 也都過世 所以那邊很像空城 然後小偷很猖獗 所有那種鐵門窗啊 那個樓梯上面有時候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鐵的鐵片 全部被拔走 就是要拿去賣那樣子 所以就有一種 好像 好像 這已經不是我以前認識的 認識的眷村老家那種感覺 所以就開始有這個靈感 所以 有這個靈感 但是在歌詞上面寫作其實還是 偏向一個比較獨撰的故事 就是在寫一個人 他經過很多年 回到自己的家鄉 然後發現 一切都變了 就原本的家不見了 然後 農田啊 什麼樹啊 全部都變成高樓大廈 好像自己已經 就不認識了那樣 那我覺得 是 是 是一個蠻有趣的概念 就是 雖然我想要回家 但是我覺得我迷路了 我找不到我的家 我的回憶到底在哪裡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 我很害怕 我原本 記憶中的那個 那片拼圖 就這樣就消失了 再也找不回來 就是留在腦海裡 或是留在照片裡面那樣子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對我來說也很 很深刻